但是呢超过25以上 为什么会虚 第一个当然是侯友宜 积落不正 然后一再表现不好 在政大也好 包括台大也好 那么表现不好 然后呢紧接而来 又在处理幼儿园事件 让这个中间选民 跟妇女票跑掉 所以他一直往下跌 那么事实上 另外一个关键 最重要关键 其实在郭台铭的身上 如果郭台铭 我不管郭台铭 会不会被国民党换掉 他变成郭台铭征召 那或者是郭台铭独立参选 我告诉你 只要他一出来 马上从柯文哲这边 一半跑回来 跑到郭台铭这边 所以邱玉才说 如果郭台铭八成会参选 如果他真的参选的话 侯友的民调一定跌破15% 我告诉你 如果又为什么 郭台铭不是这么强 你知道吗 但问题是 柯文哲的支持者里面 现在有呈现的是 有一部分是 对侯不满 对猪不满 然后呢 可是他们又不会投给赖清德 所以这些人的感情投注 你砍就往那边去了 你看韩粉的动向就知道了 你看韩粉直播组的动向都知道 到今天韩粉的直播组 上面的那些都还在嘲笑 都还在骂侯友谊嘛 这些他们现在是 其实他是失去一个方向 但又不甘心 当这个等于说 如果郭台铭这样子 我们这样讲啦 砍的开了一枪以后 这些人会回来啊 而这些人回来以后 那么柯文哲跟他的民众党 就会暴跌 那当然他还是有 他基本的支持者 比如年轻人 不过在这边告诉大家 就是说很多人都来讲说 哎呦怎么办啊 柯文哲的这个支持者 年轻人超过50% 你也帮帮忙 拜托你好不好 你在担心说 柯文哲的年轻人支持度 超过50%的同时 拜托你回去看历史好不好 2013年12月 所做的民调就告诉你 柯文哲的支持者里面 51%就是年轻人 柯文哲从以前到现在 请问他什么时候 不是年轻人支持率 第一的政治人物 但有政治人物 那有点誉率那么高 又有什么用 柯文哲这么高的点誉率 四年前他能够赢过 这个韩国瑜吗 韩国瑜的点誉率 那是吓死人的 随便捐个血 随便先理个头 随便去做一个什么事 几十万上百万 砰的就出来了 柯文哲那时候遇到对手 他怎么会 他连韩国瑜都比不上 但是想想 韩国瑜最后的结局是怎么样 所以现在站在民进党的立场 绝对不能让国民党 换掉侯友宜 侯友宜要拱着 要客户着 要让他在那个地方 所以你希望细卡都 但是侯友宜又不能太弱 侯友宜争气一点 没有想到你那么弱 对不对 到今天去桃源 还在讲那些废话 还在讲那些 听起来我讲坦白的 不要说年轻人 我听了以后都觉得 你能不能换个台词啊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要带往哪个方向 带中华民国往哪个方向 不然你就勇敢的讲说 他今天连两岸一家人 全部都讲出来了嘛 比两岸一家亲还那个 是家人的 国民党跟共产党是家人的 开玩笑 不是一家亲 没有错嘛 所以朱立伦讲的没有错嘛 说明年的战 明年的选举是这个 家人 跟这个所谓的仇人的战争嘛 什么叫家人 各位你们选 你们选民进党就对了 就是家人嘛 因为台湾人 每个人对吧 要顾自己的故意这块嘛 你怎么会把天天军机 军舰越过海峡中线 要消灭台湾的这个仇人 当做自己的家人嘛 人前手拉手 背后下毒手 共産动就是这种人 前教寇姐 今天侯委员讲的这句话 真的让我们都觉得 原来国民党里面 情形就是如此 因为各有各的好朋友啊 那他就跟朱立伦一边嘛 那郭台铭自己一边 所以基本上现在这两个人压力非常大 如果他们两个没有办法把这个民调拉起来的话 到时候是郭台铭同时吃掉朱立伦 吃掉侯友宜 甚至吃掉可能跟这些人很好的心理掌门 国民党是彻底崩盘的 侯友宜现在没有好朋友 他只有利益相连的朱立伦团队而已 你觉得侯友现在止血了吗 连盐宽 你去了这个台中 你就算爬也要爬到 你虽然见不到盐青雕 你至少去镇南宫上个香 他也不愿意 所以刚才讲道歉 怎么可能 你叫侯一道歉 瞒都没有